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10月6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据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发表社论指出 美国民众下次在使用ATM自动区换机时可能要注意了 因为大家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国税局的关注 报导指出,只要你的存款余额超过600美元的银行账户 或者是一年中转账额度超过600美元的账户 国税局都可能会查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是有工作有收入的人 都将成为国税局的计查对象 据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在文中指出 除了每年的报税资料之外 现在拜登政府开始对进一步了解美国民众的银行账户 表现出一定的兴趣 文中指出,国税局局长瑞迪格,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 能够提供一般账户持有人的年度现金流量报告 另外,财政部部长耶伦也在为这项计划进行游说 目前,众院筹款委员会则正在辩论 是否要将这项条款纳入民主党的3.5万亿预算法案中 耶伦指出,一般账户持有人年度现金流量报告 有助于追查富人逃漏税 日前,耶伦至韩众院筹款委员会表示 这项计划将让未居收入排行榜顶端的那些人 收入动态得以透明化 文中指出,财政部和民主党籍国会议员认为 如果纳税人知道自己的银行账户动态 已被联邦政府掌控 那么,他在报税时将会更加准确地审报 但国税局却希望查看所有余额超过600美元的账户 或者一年中进出转账总额超过600美元的账户 因此,每个只要有工作的美国人 都将成为国税局审查银行账户的适用对象 日前,41个工商团体联合对国会领袖提出警告 称,这项计划适用的范围过于广泛 根本缺乏具有针对性 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也分析指出 这项措施可能存在侵犯隐私的嫌疑 另外,华尔街日报编辑委员会还指出 如果让国税局的资料库掌握了民众的银行账户动态 未来可能将出现存款资料和消费记录被曝光的风险 某些政治人物可能会以这种手段来打击政治对手 对此,来自23个州的州政府财政厅和机察长 于上个月参加了反对该计划的联署活动 并批评这项提议 是我们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料隐私侵权手段之一 而共和党籍内布拉斯加州财政厅长穆朗特更是明确指出 就算这项规定真的上路实施 内布拉斯加州绝对不会配合 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似乎都有所趋缓 经调查发现,过去一个多月来 美国每天新增病例下降了六成 全球单日新增病例也减少了五成以上 对此,经专家研究初步得出 新冠疫情有着两个月的神秘循环周期 病例增长两个月后,则会下跌两个月 因此,这并不代表疫情就已结束 提醒各国防疫工作,人不能松懈 最近,美国专家注意到这个神秘两个月循环周期的趋势 因为从9月1号起至今 全美日增确诊病例 从19万人降到了7.3万人 减少了61% 然而,同时期的全球疫情 也从单日新增74.6万人的高峰 降到了34.5万人 降幅约53% 而且,除了新增病例下降之外 美国的重症、住院和病亡人数 也出现明显下降 住院人数减少了约25% 死亡人数更是骤减70%多 抛开疫苗接种率提高的因素 这些趋势比较符合 神秘两个月循环周期 对此,专家从病毒生物性和人类社交行为中 初步找到了合理解释 认为,病毒的变异株使脆弱群体都被感染过之后 病毒自然就消退了 另外,也有可能是每一种变异毒株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在社区中传播 形成起落周期 4号中午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地铁站发生了一起突袭攻击案 一名29岁的非洲裔女子将一名来自新泽西的女乘客 突然推向一辆正迎面驶来的地铁列车 所幸受害者没有跌入铁轨 但身体多处受伤 昨天,警方在皇后区将这名非裔女子逮捕 并对她提出企图谋杀指控 在案发当天,警方公布了监控录像 根据视频显示 这名非裔女子一直坐在站坛中间的成椅上 看起来和其他乘客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就在一辆列车驶入近站时 她突然站起来 以非常夸张的动作 猛烈地将这名女乘客朝列车方向推去 从视频中可见 受害者的一只鞋掉在了地上 随后,这名42岁的受害女子 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表示,这两人并不认识 此案是一起无故的随机的攻击案件 对此,受害女子贾维斯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 不然会有更多的人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她说,我的脸肿了 鼻子断了,下巴也断了 我从未想过 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据纽约市警方的数据显示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运输系统犯罪率 整体下降了15% 但最近却又出现激增 在过去的28天里 案件上涨了43% 对此,乘客联盟主席 德苏兹呼吁纽约州长霍楚 因增加100到200名州警 以及约100名国民兵到地铁职勤 但市长白思豪表示 她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交通运输局警察加入 但不要动用国民兵 她说,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让其他部队介入 因为这里的环境和他们的训练环境非常不同 5号,美国国务院四年来首度发布 美国拥有的核弹头库存数量 截至2020年9月30号 美军拥有3750枚现役及非现役核弹头 比前一年少了55枚 比2017年少了72枚 该数字成为1967年美苏冷战时期 核弹头存量高峰以来的新低数值 当时美国拥有31255枚核弹头 据报,5号发布的数据 是拜登政府试图和俄罗斯 重启武器控制谈判的努力之一 在此之前 双方的谈判在川普任内停滞 对此,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增加各国核武库存的透明性 对于防止扩散及裁军的努力来说非常重要 此前川普让美国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以及和俄罗斯的中程核弹条约 同时也在去年 川普还退出了另一项重要协议 新缺解战略武器条约 该条约限制了美国与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 如果让这个条约到期 可能会让双方减少核弹头的情况出现逆转 然而就在拜登上任后 他立即提案 将新缺解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 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快速同意了该提案 这项协议将俄、美可部署的核弹头数量限制在1550枚 上周,俄罗斯和美国外交官 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 对新缺解战略武器条约的后续问题进行了讨论 同时也讨论了对常规武器的控制 据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 本次谈判具有建设性 但双方均表示 只从举行谈判这件事情来看 这就是一个正面的信息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今年1月份的数据显示 美国拥有5550枚核弹头 俄罗斯则有6255枚 中国有350枚 英国有225枚 法国有290枚 该数据包含了退役核弹头的数量 报道称 国务院则没有将此纳入计算 另外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 共拥有460枚核弹头 好 那么昨天有一位网友留言说 老游二频道的节目怎么不更新了 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几天家里的事情比较多 第二期节目实在是没有时间做 所以二频道的节目最近可能会停播几天 在这里特此通知一下各位 美国前总统川普 今年跌出了美国富豪排行榜前400名 成为过去25年来首次出局 5号 福布斯杂志报道 川普去年的净资产减少了6亿美元 估计现在约拥有25亿资产 而今年几近排行榜第400名 将川普挤出局的富豪 则是拥有29亿资产的 阿肯色州投资银行家史蒂芬 对于福布斯的排名 川普曾表示 福布斯对他的财富估计不准 他在2005年时表示 他的个人资产已经超过100亿美元 是福布斯估计的两倍 川普表示 私人企业中的个人财富很难估算 而福布斯对他的财富估算更难 因为川普房地产帝国是由数百个私营地产企业组成 每个企业的价值究竟有多少 这些都存在争议 据称福布斯对川普财富的估算 只是把单个地产公司的价值相加 然后再以公开披露的相似的房产价值为基础 再参考房产市场的专家意见 最后减去公司的负债 据福布斯资深编辑亚利桑大表示 估算川普的资产类似于评估房屋价值 另外据报道指出 在今年的福布斯前10位富豪中 有9个来自高科技行业 其中亚马逊总裁贝佐斯 财富估值为2010亿美元 以连续4年雄居榜首 第二到第五名分别是特斯拉的马斯克 财富估值为1900亿美元 然后是脸书的扎克伯格 财富估值为1340亿美元 接下来分别是微软的比尔盖茨和谷歌的佩奇 财富估值分别为1340亿美元和1230亿美元 日前诺贝尔化学奖出炉 该奖由德国科学家利斯特和美国科学家麦克米兰 共同获得 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催化方面的研究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声明指出 有机催化剂可用于驱动很多不同的化学反应 现在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这些反应 更有效的建构 从新药到太阳能电池光捕捉分子等任何东西 据悉催化剂能促成或加速实验时 或大规模工业反应器内的化学反应 在两位得奖者的突破性发现之前 只有若干金属和复杂酵素已知具有催化作用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 新世代的催化剂不但更环保 而且生产成本也更低 对制造新药、塑胶、香水、香料等至关重要 据悉 53岁的利斯特曾在法兰科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现在是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所长 另一位大约也是53岁的麦克米兰 出生于英国苏格兰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正值德州限制堕胎的心跳法案引发广泛争议之际 美国卫生部撤销了川普时期的一项措施 恢复奥巴马时期的联邦家庭计划项目 从11月8号开始 诊所可重新为妇女提供堕胎转介服务 因此部分代表诊所的团体期望 这一次联邦政府可让此前退出该计划的 1300多个地方机构重新回归 据行 联邦家庭计划正式的名称为TITLE-X 以每年向全美诊所提供2.5亿美元的公共资金 从而为低收入家庭的妇女提供节育 基本医疗保健等服务 其中病人多来自少数族裔社区 但就在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 勒令诊所不得为妇女提供堕胎转介服务 因此不少医疗服务机构 以及个别州和其他独立组织 纷纷退出了该计划 有妇女团体更是斥责川普 称这项政策就像是晋升令 另外也有医疗机构指称 此举违反医患关系 据悉拜登在竞选总统时曾许下承诺 他将推翻限制计划生育诊所的措施 因此外界预计 随着德州心跳法案的生效 女性堕胎权将成为明年中期选举的一项关键议题 也将成为民主党吸引女性选票的主要工具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2021年10月6号14点 全美确诊人数累计4478万1200例 累计死亡人数724728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是94811例 死亡1811人 加州新增6707例 死亡84人 德州新增9879例 死亡281人 佛州新增3598例 死亡3人 纽约州新增4388例 死亡54人 伊利诺伊州新增3058例 死亡26人 宾州新增4019例 死亡79人 新增西州新增1648例 死亡37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